上一集的節目裏面就同大家分享過 我們一家就剛剛移民到澳洲的黃金海岸 最頭痕的這兩件事就是買車和買屋 今集的節目裏面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買車這個問題 看看在澳洲買車 無論是新車也好二手車也好 究竟是要注意些甚麼 以及在坊間教我們港價的伎倆 究竟實際上走上來究竟有甚麼難度 以及如果你是要過來澳洲住的話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立即換一個澳洲的車牌 這樣才是可以在澳洲那裏開車的呢 歡迎收看《恰蜜現在看樓》 邮1980年 邮2010仁 邮2010仁 祝你逛逛邨 詞索隆 邮2045年 邮2010仁 邮2011仁 邮2010仁 邮2012仁 邮2014仁 邮205仁 邮206仁 邮201仁 邮2013仁 邮2012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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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了25年的加拿大和紐西蘭 和我現在剛剛到域的澳洲的生活資訊和旅遊資訊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一有什麼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你了 駕車對於很多在香港住的朋友可能是奢侈品 但是如果你要在澳洲生活的話 尤其是好像我們這樣 不是住在一線的大城市生活的話 駕車其實就是必須品 在上一集的節目裡面 我分享過我們一家怎樣靠著公共交易 又乘Train又乘巴士去看房子 即是很狹狹的情況之下 於是我們就決定 我們真的一定要買了一輛車才去看房子 買車的話 我們第一件事要考慮的 當然是買新車還是買舊車好 首先說一下就是在澳洲買新車 因為比較簡單 因為他們的價錢多數都是drive away price 意思就是連同所有的稅和運費 甚至乎最基本的第三者保險 其實都已經包在價錢那裡 當然你都要再買保險是補自己的車 但是基本上它的價錢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什麼特別要求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可以立即開走的價錢 就不需要再擔心它說 那至於怎樣講價呢 其實我都做了不少的功課 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其實都是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要選擇時辰 無論你是在北美洲也好 又或者紐澳生活也好 其實最好的買夜時辰就是一年有兩次 就是包括六月底和十二月底的 那這兩個時間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是減價 減得是比較厲害 那所以呢 我相信車都不例外 那我不夠膽就是寫包單 因為我不是每年都買車的嘛 那但是呢 即是三副鞋物和日 即是家常用品呢 那真的的而且確是這兩個時間呢 是最好的 那這樣呢 減價也是最多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這兩個時間呢 那麼巧移民到過來的話 那可能呢 你就會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頭 那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去格價 那去多幾間格價 那這樣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將你在一間第一間裏 講好的價錢 去第二間那裏問一下 那這樣呢 就可能呢 第二間呢 就會給到一個更加大的優惠你啦 那這兩個方法呢 聽起來呢 都是可行的 那但是實際上呢 運作起來呢 有些什麼難處呢 尤其是是 對於一個 剛剛呢 去到新的地方生活的朋友呢 又或者是 就是在疫情之下想買車的朋友 究竟有些什麼實質的難度呢 我現在就想分享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在疫情之下呢 那其實呢 就是很多東西呀 尤其是好用的東西啦 包括 包括 車這些呢 尤其是好的Model呀 就是 受歡迎的牌子的話呢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沒有貨的 那我們 就是用我們來講啦 例如呢 我們找了幾款的車呢 其實呢 都是只剩下一些 最基本的Model 是有貨的 那樣呢 你問Sales來講呢 其實他們根本都不知道 下一次的shipment 究竟是什麼時候的 那樣呢 就是 就是 我就算 連我前幾天想看過 買個煲來 煲一下湯那些煲呢 又可以蒸一下東西那些 那他都告訴我呢 就是 最好用的那幾個size 我想買的那些size 其實是沒有的 那他都說不到給我聽 下一次是什麼時候 是有貨的 那基本上呢 你呢就是見到呢 就是你 就是你要就要 不要就 就是沒有的了 基本上是 那所以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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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其實對於呢 其實講假的空間 已經是很難啦 那還有呢 第二呢就是 第二呢就是 你說要選時辰呢 那就是對於一個移民來講呢 其實是很難的 是不是 多數呢 你是一批了呢 那你就在那個時間之內 你就會走的了嘛 你沒有理由說 啊 我二月 我一二月份 我批了 那六月大減假 我不如等一下啦 等到六月才來啦 那如果你真是這麼幸運 可以就說 那但是 很多時候 你未必想等那麼久的嘛 尤其是 現在這樣的時勢呢 即是 在疫情之下這樣的時勢呢 那這樣呢 你是真是 今天走到呢 明天是未必走到啦 如果大家之前看過我 怎樣 由紐西蘭飛過來的節目呢 就知道呢 其實是有多麼驚險啦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時辰來講呢 其實都是很難等的 那又好像我 例如你是過來讀書 好像我先生那樣 他五月份開學的 我沒有理由等到六月底才過來 那 所以其實是真的很難的 那又再講一下啦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就是說你 就是去隔價啦 那隔價呢 就聽起來都OK的 是不是 那尤其是 如果你好有 抗議能力的話呢 其實呢 就是這個方法呢 可能真是可以幫到你 不少錢的 那省到不少錢 那我不知道啦 那但是我就想講一下 我自己呢 就是很多年前呢 就是當時我還在加拿大住 的一個買車的經歷啦 就是陪我朋友去買車啦 那當時呢 就是因為呢 我朋友的爹地媽媽 當時我們還在讀書 是學生 那他爹地媽媽呢 就真是 一定呢 是要 只是給那個價錢的 一分錢多些呢 都不肯給的啦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是真是為了 很少的錢呢 那而 走來走去走到 很多間交易車呢 那其實呢 就是 最終呢 就是走了一個 比較遠一點的 如果大家 是認識溫哥華的朋友呢 我們最終就是去了 Maple Ridge那裡 是去買這輛車的 那因為呢 就是遠一點的地方 那它 我猜啦 營業額呢 就當然是沒有那麼高啦 那所以呢 它是願意減價呢 就是都是減 多一點點給我們啦 那但是其實 講的那個多一點點呢 是 我是記得呢 是當時是一架 一萬多二萬元左右的 那這樣的車呢 其實是 我們是只不過是講到 就是一千幾百元 那麽上下的 那就是 大家就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車的講價呢 就真的不要太大幻想啦 除非你買那輛車 是真是 很貴的那些車啦 那如果你是買一般的車的話呢 我想 講價的空間呢 其實都真是很有限 那還有呢 我想提醒大家呢 就是呢 商業的那些銷售是 是很聰明的 那 就是我想 我相信呢 就是最聰明的人呢 應該都是 不是買房子的那些經紀呢 就是買車的那些經紀啦 是嗎 那我不 就是我不想用奸狗來形容他們 那但是呢 就是他們的頭腦轉數呢 應該是比一般人快的 那所以呢 它是真是 叫它講一個最大的折扣給你的時候 它 你不會說一進去 它就會告訴你 通常呢都是 它真的感覺到你 真的要買了 那一天真的買了 給錢了 它才會講一個最大的折扣給你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來看看澳洲買二手車啦 那主要呢 就是有三個方法啦 那第一個途徑呢 就是through auction 即是呢 就拍賣的 那樣呢 就在拍賣會買的車呢 那個價錢呢 相對來說 是比較便宜的 那但是呢 那就是 那個不好處呢 就是你沒有得試駕啦 只是可以去看一下的車的 那除非你好熟的車啦 如果不是的話呢 你都很難看到呢 那車呢 是有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還有呢 就算你不介意這一樣東西呢 都不是每一個人呢 都可以進去拍賣會那裡的 那你進去拍賣會之前呢 一定呢 是要事先登記啦 而且是要 用這個澳洲的Driver's License 來登記呢 才是可以進去的 那這樣呢 聽說呢 就是你登記那個人的那個名呢 就將會是那個車主的名來的 就是你不可以拉一個朋友呢 是去幫你登記 既然之後呢 就是買一架車是用你的名字 這樣呢 就是不行的 那還有呢 就是你進去拍賣會之前呢 也都是呢 他們會是 確保你有足夠的訂金呢 以至於你那一天呢 如果真是 遇到一架車的話呢 你是真的有錢 給這個訂金的 那還有呢 那條尾數呢 就要第二天呢 就要立即全數呢 是要給完的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去dealership那裡買啦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似乎是 比較穩陣一點的方法 來買二手車啦 因為dealership呢 它是 suppose呢 就是要 make sure 那架車起碼呢 是debt free的 也即是呢 沒有欠人債啦 那才可以呢 買給你的 那還有呢 就是 就是它起碼呢 都有個店頭嘛 那你有什麼事呢 都可以回到它那裡找它 那感覺上呢 是有保障一點的 那當然在價錢方面呢 就是比較貴一點啦 那但是呢 我就 就是都是看過 有些人的comment呢 就說呢 澳洲的dealership那些 sailers呢 其實呢 他都未必 是會將那架 車的全部情況 是告訴你 可能呢 它是 都會 就是 就是有些東西呢 都會是隱瞞的 那還有呢 在dealership買車呢 就是他們是比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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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包裝的嘛 將車包裝得很漂亮 那你看下來呢 就覺得啊 它很漂亮 沒有什麼問題 那也都是願意 用一個高一點的價錢呢 就是買 就是差不多 你在外面其他地方 找到的車 那但是呢 是不是值呢 就是 就是 就是未必是這麼 那麼我們呢 都去過一些 二手的dealership 看過一些 的車啦 那是一些 比較 就是譬如一兩年新 那樣還有一些 原廠的保養 那我們覺得呢 如果是要買的話呢 買這些車呢 就是比較有保障一點啦 因為始終有原廠保養的嘛 那但是呢 那個價錢呢 都真的 不是說很便宜啦 那還有呢 可能都是因為呢 現在呢 那些貨源呢 都真的實在很少啦 新車的貨源 那以至於二手的 那個價錢呢 其實一點都是不低的 那最後一個方法呢 就是呢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呢 就是呢 就是向這個 賣車的車主呢 就是去買的車啦 那樣呢 是在 你給貨源那裡買呢 是當然是要便宜啦 還有呢 你呢 又可以試駕駛的車啦 不像在 Auction 你呢 你只是可以看下 那你可以試駕駛一下 亦都是可以呢 直接呢 看一下呢 這個車主呢 究竟呢 他的性格呀 脾氣究竟是怎樣呢 而呢 去判斷呢 他究竟呢 是平時 會不會是 小心用這輛車呀 這樣是比較 清楚 這輛車究竟是 保養成怎樣啦 你也可以直接這樣呢 是去問他 拿了車的全部 他保養的那些 那些的單呀 的記錄呢 來看一下呢 這輛車呢 究竟是怎樣 那我覺得呢 感覺上呢 就是比較好些的 那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對於新移民來講呢 可能是比較難呢 是做到這一樣東西 就是起碼 對於我們來講呢 因為這個呢 需要的時間是很長 那還有呢 每一個車主的 就是住的地方都不同 那你在沒有車的情況下 那你要周圍這樣呢 去看這些這樣的車呢 的而且確是不容易的 那廢的時間呢 亦都是很多啦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真的可以這樣的話呢 應該的而且確是可以 幫你省到不少錢的 尤其是呢 你可能呢 是找到一些 好像我們之前呢 就是在紐西蘭走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急於賣車嘛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都用了一個比較低的價錢呢 呢 賣了我們的車啦 那就務求呢 即是盡快賣得出啦 那這個時候呢 你呢 是會找到一些相對好的價錢啦 那但是呢 就是 真的 如果你是可以去看得到這輛車啊 還有呢 你是可以等到 即是因為這些呢 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呢 是真的看你好不好幸運啦 那如果好像我們這樣呢 一定要很急於找一架車來 才可以看到房子的話呢 那其實呢 這個選擇呢 是雖然是我最喜歡的選擇 但是呢 基本上是 對於新移民來講呢 就是 至少是對於我們呢 是行不通的啦 那Anyway 如果大家決定呢 真的要買一架二手車的話呢 那看看大家啦 那除了呢 就是要問呢 他拿了這個 關於這架車的保養的記錄之外呢 還呢 你還可以呢 上網呢 給兩元呢 做這個PPSR Check的 那樣呢 你就會知道 這架車呢 究竟呢 是供債未啦 是不是Deaf Free的啦 還有呢 是不是一架偷回來的車啦 還有呢 是不是一架Wide Off了的車啦 Wide Off了的車呢 也即是呢 它是撞了的車啦 這樣撞了之後呢 那通常呢 有時燕疏公司呢 就看過之後 就決定呢 他呢 就不幫他做啦 那就直接呢 就給車主一筆錢呢 那就是去買過 另外一架車啦 那在這個時間呢 那車主呢 那車主呢 就可以呢 有時就會 跟車行講啦 那看一下 這架 就是Ride Off了的 這架撞了的車啦 就看一下 有沒有得整啦 那整回之後呢 那如果是合格的話呢 可以在路面駕駛 那的而且確它是有權呢 就是可以將這些Ride Off了的車呢 就賣出去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查到Ride Off的車呢 那當然你第一時間呢 就知道這架車是撞過啦 那至於呢 過到來澳洲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呢 都要換一個澳洲牌呢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因為我們都是過到來換牌的時候才知道的 因為之前呢 一向都是以為呢 過來澳洲住的話呢 就一定呢 就是不同 散分不同 那但是一定呢 就要在三至六個月左右呢 就要換這個澳洲車牌啦 才可以駕駛啦 那但是呢 後來才發現啦 因為我們換牌那天呢 那個Officer呢 他就很nice 不斷跟我們聊天 那就吹水啦 那後來就發現我們 原來你們是駕駛student visa 和work visa的 那他就說 那其實你們都不一定 需要花錢去換一個車牌啦 那 那我們就 很疑惑啦 就問一下 不是一定要換的嗎 那他呢 就回答啦 就說呢 其實呢 你是resident 除非你是過來 以resident的身份 即是公民的身份 永久也好 臨時也好 那你的身份呢 你才是呢 是需要換這個車牌的 那但是呢 因為你現在呢 是這個工作簽證 和學生簽證嘛 那所以呢 就沒有什麼需要的 你可以繼續 用這個 紐西蘭牌 駕駛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 但是我們呢 就是 結果呢 都是換了一個車牌啦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純粹呢 就是想 有一張 有相 而又有地址的 證件啦 證明文件啦 因為這裡你申請很多東西呢 都是需要你是 證明文件的嘛 知道你是居住在哪裏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呢 就是 就是 換一張證件呢 那你就不用 下下出街呢 都要 譬如去 去拿一個 寫文件 那你都要帶著 帶著很多的證明文件 那這樣 那麼煩 那因為這個原因呢 那我們都是換了一個牌 那 那在下一集的節目裡面呢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們怎樣呢 是在澳洲的黃金海岸這裡呢 幾經辛苦地找到我們的新屋啦 那樣呢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呢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個鐘仔 這條片呢 一出就會通知你的啦 那如果喜歡我這條片的朋友呢 記得呢 給like和留言啦 不知說什麼好的話呢 就說hello啦 那支持下我啦 那今次呢 就多謝大家收看我的節目啦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